共產黨 乃至於香港的這個政權 是不斷地嘗試收窄言論自由的空間 甚至 亦都在今次民族黨的事情上面 運用社團條例 來到去將他們窄結社的自由 都是來去剝奪 大家 是不是不滿? 不滿的話 我們今天民陣和我們很多的團 我們今天派發了一百個黑色的哨子 我們本來講過 是我們一起去吹响哨子 寓意的就是要跟警察講 要跟政府講 你們一而再 再而三來去吹黑哨 其實我們香港人 都是對你極度不滿 是 大家可不可以有哨子的吹來聽一下 是 好 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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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等等等 我們呢 我們呢 都要給些機會 沒有哨子的朋友 各位朋友 你沒有哨子不要緊要 我們今天 一齊來到去 用哨子的話 就吹響來 沒有哨子的 一齊發出最大的嗝聲 來到去 來到去對於這個 取替民族黨 來到去執行社團條例 濫用這個國家安全 種種種的合懷說不 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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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數三聲 響的就是一齊響 吹啤啤的 一起吹啤啤 好 三 一 一 一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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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 不要23條 退絕23條分拆上市 不要23條 退絕23條分拆上市 第二個訊息 今天要和各位集會的市民講話 我們今天當然 我們就算作為主辦單位 其實坦白說 我們都沒有懷疑期 有相當相當多的市民 一起來參與 但是起碼 我們今天出到來 我們就要作為這個社會的先鋒 就要作為 我們這個社會 這個黑訪裏面 喊醒大家一人 過一個人 我們今天有第一個集會 我們也都期望 在接下來的日子 每一位朋友 在每一外國 大家有一個人